香港漫畫家李智青 之前出席香港電玩動漫節 除了幫支持他的粉絲簽名之外 更加傾氣自己的漫畫史 原來當年李智青要得到金融小說的授權 可謂過五關斬六仗 而且需要付出非一般的努力 我很幸運 我最先做金融先生的 就是拿他的版權的時候 我們都畫了一些作品給他看 他是查生看過覺得滿意 然後我們一起成立公司 然後就寫他的作品 不是人人可以這樣 看到金融小說就可以拿去畫 其實他如果是在一個作家的角度 他隨時可以告你 或者怎樣 得到他的授權 他的守恆才可以 好像近年我畫一些 不是漫畫 例如是一些水墨畫 我也是寫信問過他 查生守恆 我們才可以畫他的作品 雖然作者有時對版權的審查非常謹慎 但李智青覺得 照用真誠打動作者 要得到授權 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 他勸有意的人 要多些做嘗試 我想多些嘗試 可能你想像是困難 其實未必是那麼困難 例如你喜歡心疑一個作家 或者一個作品 你是很想把他改編成漫畫 你可以不妨去嘗試 有時有些作者會看到你 例如把他圖像化 看到漫畫 他看到自己感動 可能會便宜些 不收版稅 然後很肯讓你去改編 也有 這個我想你自己做功夫 但你有時不是說 只是每次計算錢 不是說你給多少 尤其是查生的作品 不是說給很多版稅 他肯定 香港動畫節期間 亦首次舉辦 創天綜合童洋制 來自稱歡迎主辦單位 引入日本童洋文化 而且他亦不介意自己的作品 被人當作童人的題材 他勉勵童人作者 要擁有一夥尊敬原作的心 並且要付出被努力 更努力的心思來創作 很多朋友 或者喜歡那件事 可能投入未能夠 他以為是夠 但付出的努力夠不夠 我見成功的漫畫家 大部份是比一般人多努力的 不要以為 我努力已經夠了 這樣都未能得到機會 其實有時你想成功 是要比努力更加努力 比人付出更加多 那些人才能夠表達上來